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喔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立陶宛现在是内乱了 但是我们往下讲 哈萨克是不是也乱了 来这个韩冰 现在哈萨克他们有反政府示威越演越烈 然后最主要他们在抗议什么呢 天然气价格居然飙涨到百分之百 据传警民双方有数十人死亡 那么哈萨克总理率领内阁总辞 而且当局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并切断了全国的网络以及手机通讯 可是到底这个幕后是谁在搞的鬼呢 有说美国的托卡叶夫总统 说是美国在煽动暴动 但怎么也有一说 说是不是俄罗斯在旁边 又在那里煽风点火了呢 只是白宫则是针对指控美国在煽动 又予以否认 所以到底是谁的问题啊 哈萨克这个国家本来就是一个 蛮特别的一个国家 因为他之前就是之前那个领导者 他强人统治统治了将近三十年 将近三十年之后 在2019年才换成现在这个总统 这个总统其实像他接班人一样 因为过去的那个总统 现在还在国家安全会议当主席 对整个哈萨克还是有绝对的影响力 所以连现在哈萨克首都 都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那他长期就是用这种强力的手腕统治 那统治下来的时候 其实民众很多情绪已经被压抑在那边了 那被压抑在那边之后 那你现在突然之间天然气涨100% 而且之前政府是一直保证说燃料价格是有上限的 你不能超过这个上限是不能动的 对 那你本来跟我保证说不能动 这就好像蔡英文之前跟我们保证说 劳工是我们心中的最软的那一块肉 然后呢我一定会帮你们争取最大的福利 结果他一上任就把劳基法修了一样 然后结果 有事跟你老板讲 对 然后结果你要自立自强 结果你一上来 你调整价格也就算了 一调整是一倍 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 马英九一个油店双涨 也不过涨一点点 就已经被大家骂到翻了 对 国民党整个被人家骂到趴在地上起不来 那你现在整个涨一倍的话 对他们来讲 很多人因为当初相信政府 我已经把气质燃料全部都换成天然气 对 结果你现在 你现在把天然气直接调一倍 那我的薪水有变一倍吗 我薪水如果没有变一倍的话 我的支数增加一倍 我哪受得了 所以当然会引起很多不满去抗议 那抗议的时候他们又 按照过去的这种习惯 用相对比较强硬的方式镇压 镇压后来就是造成数十人死伤 那当然 现在他们采取的紧急手段 就是先把中立叫他辞职 中立辞职 然后内阁改组 那可是这样就能够平民怨 我看恐怕有点困难 是 因为这个还是一个最直接的 基本民生经济问题 你民生 如果说你还是维持原来的涨 百分之一百的价钱 那个我看人家还是受不了 除非你有其他的补救方案 那当然在这种混乱的期间 各种阴谋论就出来 有人认为说 是不是美国在背后搞的鬼 美国煽动 那俄罗斯在背后 是不是也有在搞鬼 在煽动 其实在我看来 不好意思 我是直接这样 我认为两边都有 我认为两边其实都有 因为 本来就是这样 这两大强权在争霸的时候 有机会 我当然就是想办法来弄一下 因为哈萨克 他处在相对这样的一个位置 如果美国能够搬动这一块 那当然对他对抗俄罗斯 当然是有好处的 那同样的对俄罗斯来讲 他如果能够 更能够把手伸入哈萨克 能够掌握哈萨克的话 那对俄罗斯来说 他也不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谁有这种东西 我觉得都有 可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哈萨克 自己本身政府结构的问题 这个政府结构如果不解决的话 我觉得类似的情况 还是会一再发生 好 所以建大使不知道怎么看这个问题 第一当然你要怎么解决呢 因为其实现在你看 哈萨克是向俄罗斯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求助 派了维和部队恢复控制局势 是俄罗斯派维和部队 但是真的控制得了吗 有没有因为 可能像俄罗斯所说的 不要说是我在搞鬼啊 是你美国在搞鬼吧 但有人说为什么 美国要搞鬼呢 那弄这一场 难道是因为想要转移 有关于俄乌争议 现在这种紧张情势的一个焦点 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弄出一个哈萨克的冲突吗 对就是有人怀疑这个又是一次想要 美国这个想要搞颜色革命 因为事实上的话 这个阿富汗是美军撤离以后 他在整个中亚地区 事实上是没有一个据点 可是中亚地区对来对 美国的两个大敌 一个俄罗斯 一个大陆来讲 都有战略性的价值 那这个地方如果产生动乱 或者产生这种清美政权的话 这是美国绝对符合美国利益 那么所以美国有人就在推测 这里面是不是有颜色革命的成分在里面 那这个是要需要证据 这需要查证 可是你说美国有没有动机 美国当然有动机 那能够把哈萨克拿下来 是非常好 因为当时美军曾经想要在中亚 中亚驻这个驻军 在这个两个中亚国家 就曾经发生过动乱 那因为这些国家内部的动乱 很好删起 因为它的基本上虽然现在也算是民主体制 可是他们还是长期在这个强人的这个阴影之下 这个就像哈萨克 事实上他那个原来的这个总统 执政了三十多年 等于是大权在握 现在他还是有影响力 那所以这个社会里面有矛盾 政治里面有矛盾 那相对的 这个民众对政府的这个贪腐 也是一直都有怨言 所以真正要挑起这个矛盾来讲的话 是不难的 那可是这些国家说实话 那么如果这一次只是因为这个 天然界调长 就产生这么大的动乱 因为这次死伤人数蛮多的 而且他的那个就是阿拉姆图的市政府被烧了 那么还在继续违抗 还在继续 而且其他都市也蔓延了 那所以看起来是有一些民怨在里面 散起来了 那不过我是觉得要镇压下去也不难 只要这个没有进一步的外力的资源的话 那么这个中亚哈沙克这些国家 在地处世界这个欧亚的中心 那是很容易关起门来把事情解决的 那现在俄罗斯又透过这个所谓的这个 合作安全组织啊 那么来协助的话 我是认为这个漫延烧是不容易的 那不过这里面还是反映这些地方啊 社会的矛盾政治的矛盾 要产生这样突然的变动 并不是不会发生 而是发生的可能性应该还是蛮大的 好来先谢谢我们线上的好朋友 这个1.9万的线上的网友们 请大家记得按个赞好吗 按赞赶快让赞数跟上 并且也请大家订阅头条开讲 96万2641的订阅数还不够 还不够继续加油继续冲 97万再打百万目标 谢谢大家 请教官下召集力 支持中心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力订阅充数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按赞分享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 请订阅新闻 请订阅新闻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 是边 com受信的 请订阅新闻